我们前面说了,错综复杂 后面其实还有一种副卦,一下就八个卦 已经连续变了很多卦了 我们今天先不变了,那又怎么讲呢? 水雷尊,田杰克说的 今天讲困,有什么联系? 四卦里面有所谓的四大南卦 也就是不论君子小人,遇到此时此刻都很难 分别是,水雷尊 一开始出生正安,包括创业 反正硬这个像都算 然后,坎尾水,上下都是坎儿 还有,前面也说了,水山碱 跋山涉水,分别都是代表了艰难险阻 没必要一个一个去对应 其实都是整体这个意思 那今天说的困呢,看他怎么困 首先这个字 一个木,在一个框框里 木,它是四面八方伸展的 那你给他框起来,那就困了 那困了就要睡觉了 那没办法 那但是慢慢 那还是要 结尾生志 要伸展出来 才是他的本性 慢慢来 这个挂告你 挂死 还是可行的 那怎么回事呢 说大人 居真 守正 就可以 那小人 可想而是就不急了 没什么关系 只不过呢 你 此时未被言轻 说话没人信而已 具体来看 每个窑 初六 这个阴窑啊 又不当位 又柔弱 就像你 守住戴兔一样 坐在这儿 敢等吧 怎么办呢 就等三年之久 这个可时可虚啊 这个三也是三个阴窑 也代表多的意思 像在森林里边坐着 那一十八方是没人理你的 九二 那虽然是阳窑 那阳窑好吧 有精神正能量 急急向上 但是上下 都是阴窑包裹 所以啊 前有阻挠 后有 嘴病 你只能是能吃点上吃点上 就困于九十吧 你不宜大动干戈 反复的 应该反求诸己 祈祷祭祀嘛 那问自己的初心 才好 才可以无救 没问题 那么六三呢 又不好了 六三这个阴窑啊 那小人在君子当中 君子 已经很难了 你又想 在他们当中 学他们的样子 那是很难吃得开的 那小人在两头 你在中间 跟他们不为伍 所以你处境很尴尬 像缠绕的 书腾 回到家呢 因为这有个护卦是烽火家人 也连七次都看不到 那你真的很怕 就这种比喻啊 那九四呢 虽然是咬咬 但他仍然是因为 君位 那就像 你好像已经开出了下挂 一个大车 但是仍然被困着 那没关系 你毕竟是 积极向上的 走要突破困境的 那九五呢 反而是很麻烦 这个君位啊 你这个就像一个孤君寡人 那是 很惨的 那象征那种 连皇帝都不能 如此 又好像受了刑罚一样 那只能是 求上天保佑了 你这个天子也只能做这些 那上六呢 就告你 到头来还是困 但是 物极必反 你不要轻易动 但是 利于 反求助极 知道哪出的问题 马上 当机立动 就要好